在《执行车》里面,我是演的士郑薇,非常高兴这次可以来到香港宣传我们的电影,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们的电影,帮我们多宣传一下。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尔,赵友廷,很开心能够再回到香港,然后带一个新的片子,因为我们都非常有自信,然后觉得非常好看的电影,希望你们多多支持,谢谢。 哈喽,大家好,我是杭哥,这次很开心能跟所有的主唱人员,还有导演,还有监制关导,一起把这部片子带到香港,跟香港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分享,那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志云,在电影中饰演队馆,很开心能够来到香港,香港的宣传,也非常感谢大家来,谢谢。 哈喽,说太广东话了,和我来帮忙谈,首先,很感谢大家来看,我相信一部好的电影,不会因为它是大陆电影,还是台湾电影,和你们有格局的。 我相信有很多电影里面,最珍视共通的东西,可以一样感动到香港的观众,希望你们会喜欢一下。 我见到佩华姐,和陈法拉,多谢你们来看,多谢,多谢。 谢谢。 我们现在开始一个问问题的环节。 完了之后,我们有两份奖品。 导演会选择问最好的问题的两位。 我们有一套李祥编剧的三个剧本,和一个大家都签,一众演员和导演签了名的海户。 你们可以随便开始发问。 举手就可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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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句很有名的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青春,到最后会变成自己讨厌的人的样子。 我想问问看你对你青春的看法。 谢谢。 对对对,我还蛮幸运的。 我到现在还没有太讨厌我自己。 对对对。 怎么说呢? 我对于青春的看法,我个人从自己出发,我挺悲观的。 因为我觉得青春的时候我们都太小,太没有经验和力量去面对外面的世界。 所以我们当然爱会狠狠的去爱,但受伤害也是会特别的刻骨铭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当然有更重要的主题就是青春已经逝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去面对它。 其实这个电影结束的时候,不管男主人公还是所谓的女主人公, 其实他们都还特别的年轻。 所以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只是他的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 有的记者问问我,那个郑威应该选择寒庚、宁静,还是赵岳亭的陈销正。 那说不定以后,他会碰到比他们俩更好的。 谢谢。 谢谢。 你好,我想问一下赵梅是演员做导演的嘛,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没有不同呢? 那其他的演员会不会好像赵梅这样,会迟些都会做导演的。 问那个演员和导演的区别。 对,还有那些演员。 对,你们会不会大家都想去那好演员。 对,我觉得当完导演以后,我觉得演员跟导演原来都是那么难做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你想做到自己的理想,那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那如果没有热情,如果没有热爱,都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 那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不同。 可能演员,他像一个短跑运动员,就在整个一个制作过程中,需要他出现的时候, 他用自己最好、最棒的表演,然后最快的这种激情,把他的任务完成,他就可以走了。 那导演是一个长跑运动员。 要从头开始像马拉松一样,经历很多步骤和过程, 不到最后一分钟都松不下一口气。 我觉得这就是两个最大的区别。 那我帮着问问大家以后对于做导演的想法来。 我暂时先把演员这个事做好了。 做导演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才华的事情。 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也没敢往那儿想。 谢谢。 我的肌肉群现在比较注重在短跑的部分上。 等我练了很长跑再跟你说,谢谢。 我应该还会继续短跑。 因为毕竟我还要很多经验心来吸收,来充分自己。 那这种看到周一姐这么拼命的,做导演的时候这么拼命的去为这一部片, 下定决心十年之内不会当导演。 但以后呢如果我要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要累积自己要成为可以的话。 现在肯定不是吧。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个信任,然后还有很多在比较长需要学习,需要累积的。 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先当好一个演员。 还有什么问题? 站前面这位。 你好,我上楼传了一段说话,就说将开是一种暗暖, 特不正就是一种遗憾。 那想看下你们每个人可不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自己。 这个人可不可以用一个词词, 那你们能不能用一个词来使用一下自己 这个角色吗 他们的角色 我本人 我觉得我现在本人的话 我觉得很幸福 无论是工作 生活 等等等等 还有家庭 我觉得我现在很满足 尤其在工作方面上 无论是音乐上 还有电影上 电影上碰到了 赵卫锦和关岛 有这样的一个支持 参加这样的一个荣幸的 好的一个 这是我最大心 我现在应该是词的话 就是珍惜吧 我觉得拍在这些圈上 我觉得我应该 就懂得了珍惜 现在自己所拥有的 不要到了以后 就后悔自己当初没有经过 很大的努力 对 所以我觉得珍惜这个词 是我现在是要表达的 我应该是遇到 我现在最近应该是遇到 应该是瓶颈 对我来说 我觉得演员这条路真的是 越走越看不到镜头 就是你学的越多 你就会发现你演的越烂 对我来说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走 那我现在就在寻找各种方法来突破吧 对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就是幸运吧 对 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因为其实能够遇到导演 能够拍一个这样的戏 演到一个这样的角色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莫大的幸运 那在生活上的话 我有很爱的人 很珍惜的朋友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小蕙 你好啊 我想问呢 今天刚刚我看了一部戏 我觉得很辛酸 他讲其实你的演务崩溃过呢 差不多 每一个演员 在演那个哭的气以后 会不会情绪有一些崩溃 其实在演这个戏的时候有很多的过程 其实是挺痛苦的 然后有没有崩溃过 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当下的时候 因为我们每一条 我们每场戏都不只拍了一条 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说 哭完这一场就崩溃了 没有办法再接着演下面的戏 所以都还是有控制 在去演这样的情绪的 当然那一天的这种戏拍完了之后 当然情绪上是会非常的低落的 也挺难过的吧 我觉得崩溃一定有 因为你要那么投入去演那些戏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就会需要 我对一个演员来说 我安全感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有一个好导演在的话 你知道你投入进去的时候 他会把你带出来 这是一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所以对我们来说 其实还怎么讲 很幸运着我一直在场 我在拍一部戏的时候 用时间不长 有二十多天 那这二十多天 我感觉过了一年 因为每场戏 我觉得都是在 纠结 像崩溃 但不是那种爆发的那种崩溃 因为每天都是 认料在情绪里面 天天就站在那 傻傻呆呆的 就像情绪 对一直在纠结 我觉得我演的时候 是会有崩溃的 然后特别是拍那个招待所 还有招待所那场戏吧 因为我之前实习的时候 是不太好 然后所以演的时候 也会很担心自己演不好 但是真的 真的是非常感谢招导观导 然后他们给予我很多的帮助 然后帮我 去卸下很多的负担 让我专心在 这个规定情绪下 让我去充分地能够感受这个任务 谢谢 那我们今天呢 找到准备了两份 非常 呃 两份礼物送给 给刚才问问题的观众 找到你了 先 坏人让我来当了 刚才 一人送一把书分几半的签 这不是这样呢 第一个最后一个 第一个最后一个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再一次多谢 导演 監製和社会主持人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也多多谢大家支持 自己青春 记住大家准备给大家的朋友 谢谢你们 谢谢